国父孙中山先生一场演讲 被标榜成为爱国基地 同样的天津还有一个过去很不起眼的 叫小南河村 因为金门大侠霍元甲出生在此地 也被定位是爱国基地 最近几年呢 他们投下巨资 打造了霍元甲爱国基地 另外霍家的武术 也被列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现在了解当地的情况 这里原本是天津的一个偏僻小村子 却因为出了一位爱国武士家霍元甲 开始改头幻念 无论是金武馆 纪念馆 霍元甲巨型石雕 或是以公和规格建造的陵园 看得出都是重金之作 镇长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镇的名字 就去叫金武镇 金武镇呢 以前呢 这个镇叫小南河镇 南河镇 为什么要改变金武镇呢 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挖掘金武文化 弘扬上武精神 把霍元甲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 八个字的精髓 把它推进到世界 达到这个金武文化产生 这座灵园占地将近一公顷 神道两旁的石像生 改以展示霍家全招式的石人来替代 整体建筑采用轴线对称式布局 并且霍元甲的棺木 早在1989年4月29日 就已迁葬于此 锦铃铃园的纪念馆 呈现霍元甲的生平故事 霍元甲是清床末年一位武术大师 他满怀爱国激情 抱着为国血赤 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报复 威震西洋大历史 给当时受尽国家击弱 无传之苦的中国百姓 带来莫大的鼓舞 我们认为最可贵的精神呢 就是他不光是去把家传武术 传给就是外星人 然后呢他广西各个门派的武术精华 去天生到他的武术的那种 这个就是他的内容力 这在当时呢 门派来讲呢 他就是很高尚 就是我不光要传播自己的 还要吸收外来的 霍元甲是新元1869年1月19日 生在天津的小南河村 他的父亲叫霍恩帝 是以保镖为业 也是一位明显一时的逆宗权权师 不过由于霍元甲又年时体弱 父亲担心如果让他习武 日后呢恐怕有损或将民生 故而拒不受益 可是霍元甲却暗中行 并在24岁那年几百亿位外乡的高手 展露他过人的武学天分 之后霍元甲以武会友融合恶家之长 并将家传的密宗权发展成为密宗权 使家传权益达到新的高峰 今天他的故里设有霍元甲文武学校 霍家权则是学生们必练的武术 这所学校成立在1999年 为了让学生们专心习武 法官服务的扎实 采取全封闭准军事化的教学模式 学生一律住校 且由世界武术冠军狼龙标 跟侯东妹亲自来持教 从古至今习武之人身上呢 都带有一种传奇色彩 现在校长本身呢 也是中国武术界的传奇人物 有人说他是金牌制造机 我就很想了解一下 校长您本身习武的经历是什么 我是从很小开始习武 他从十一岁吧 当时就在家先跟自己的叔叔 练了一些成果术 后来天津呢 组建了天津社区中一队 就是现在打国际比赛 全国比赛的这样队伍 那时候我十三岁吧 就被教练看中 选到了这个中一队训练 当时十三岁 据说霍家密宗权 史创于汉 是由西汉的票纪大将军 霍去病定创的 根据霍汉书跟相关史料记载 霍去病呢 那匈奴英文的摔射绞杀战法 结合中原武纪索德 并由汉武帝清定为 大人遗传的实战宗法 称为汉武大将军 立宗教杀纪 后来因为融入中原 儒道文化 又成为国家密宗权 之后经过获元奖的 发扬光大 成为现今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为了让学生们的学习 能够更全面 更具有社会竞争力 学校还开设了三打 排拳道 空手道 柔道 拳击 中国式摔跤 国际式摔跤 举重等九个项目的训练 让人忙不了头路吧 所以说 弥宗考虑 那他是有多弥宗 是让对方抓不到 你要做什么 还是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身体跟脑子的 一个结合 就是身体跟脑子 出招拆招吧 见招拆招那种 那些全部就属于 各个的 膝 各个所谓的 是肠嘛 然后 回来一个 头 那现在 你们就是身为 这个传承人啊 你们身上 背负的 这个使命是什么 嗯 继续把他 帮回来 我们可以把他 这个婚姻党的力量 让他继续 有更多人的论 更多人喜欢 货家拳法 本事传内不传外 在货原甲成功之后呢 才开拳法外传之先例 所以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地 学习货家拳 不过呢 还是得看天分 摇响1910年 货原甲在上海 击败西洋大历史奥比因之后 又在一天之内 连拜英国拳王 西班牙剑客 普鲁士长毛手 还有日本田中安野等 四大高手 那是何等的大快人心 也让货原甲的金武精神 从此升至中国人的心中 斯木氏 姜牙剑客